立法义务的背后 并非完全出于是对全球气候与环境的无私呵护 其背后隐藏着的是能源以及新的科技和产业战略 对于欧盟来说 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不亚于反恐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目前全部分关于气候问题 它是一个道德化语 说气候要变暖 人类的生活要受到影响 甚至有洪水灾难 它背后实际上依然是缺求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个争夺 二氧化它技术排放问题 就直接涉及到我们的整个国际名声是一个经济问题 所以我从这个意义上讲 说必须要从太政治的角度来理解 这一场应该说大约有持续有十多年的 一个关于气候政治的一个讨论 三天后在美国匹自保 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的开场依然感性十足 暮色中东道主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 站在峰会会场菲普斯温氏植物园门外 欢迎陆续抵达的各国领导人 但是这个红地毯仪式就长达两个多小时 然而谁都知道 第二天各国领导人关于是否要加强金融监管 限制银行家的收入 以及是否要在出口大国和进口大国之间 实现均衡贸易等问题上 就要展开激烈的争论 我觉得现在的全球危机也是一个危重之机 各国都在下先手期 特别是大国 一些地区强国都在抢夺先机 希望在新的风化组合的到来之际 能够占据国际上的新高地 占据一些新的制高点 各位同事 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努力 共同为子孙后代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的前途命运 日益紧密的同世界的前途命运 联系在一起 中国越是发展 对世界的贡献就越大 给世界带来的机遇也越大 中国坚定奉行 自卫防御的和战略 始终恪守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本周四天时间 胡锦涛主席要连续参加四场峰会 对于中国来说 无论是气候还是全球贸易 一些西方大国总是习惯有意无意的 把矛头对准中国 那么本周的四场峰会 中国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主张 能否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 在于一些西方大国的角力中 中国究竟该如何发挥一个 主导者的角色 四场峰会背后的妥协 又会给未来的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呢 本周胡锦涛与奥巴马 在美国再次握手交谈 虽有苏美轮滩特保案的纠纷在前 但两国元首此次的会面 却显得平静而和谐 奥巴马说 鉴于我们两国面临越来越多 共同的全球和地区的挑战 我们需要使我们的关系更有